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天下美食、小吃货带您品评天下最好吃的名店、名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四川火锅、麻辣鲜香的社交圈 二、法式松饼、早餐中的甜蜜惊喜 三、墨西哥辣酱、辣味中的多重层次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四川火锅 麻辣鲜香的社交圈 各位同学,美食爱好者、辣椒探险家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让人又爱又怕 让舌尖跳舞的四川火锅 这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将辣味与社交融练在一起的神奇仪式 首先,我们得明白 四川火锅之所以能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美食舞台上 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麻辣鲜香 更因为它的社交属性 想象一下 一群人围坐在冒着热气的火锅周围 每个人都有一双忙碌的筷子 加着各种食材在滚烫的锅中游走 然后在一片丝丝声中完成美食的蜕变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四川火锅的魅力在于它的包容性 无论你是肉食爱好者 还是素食主义者 甚至是挑食的小朋友 火锅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牛肉、羊肉、海鲜、豆腐、蔬菜、蘑菇 你能想到的火锅里都能找到 这就像是一个美食版的社交网络 每种食材都有自己的粉丝团 他们在火锅这个大熔炉里相遇、交流 最后共同创造出令人难忘的味道 而四川火锅的蜡 那可是一种痛病快乐着的体验 你可能会在蜡的眼泪汪汪的同时 还忍不住赞叹 哇 这个真的好吃 这种蜡 不仅仅是味觉上的挑战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他教会我们在生活中 有时候需要一点辣味来调剂平淡的日子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四川火锅的社交属性 还体现在他的共主共享的特性上 在火锅面前 没有什么是我的或你的 所有的食材都是我们的 这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 我们共同创造 共同享受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学课 最后 让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火锅底料 那是一种神秘的魔法 将各种香料和辣椒熬制成了红油 它是火锅灵魂的所在 每当你看到那些辣椒和花椒在油中跳舞 你就知道 一场味觉的狂欢即将开始 总之 四川火锅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社交艺术 它告诉我们 生活就像一锅火锅 需要热情 需要辣味 更需要朋友们的陪伴 下次当你围坐在火锅旁 不妨深呼吸一下那麻辣的空气 然后对坐在你对面的人说 来 让我们一起拉出一个新高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法师松饼 早餐中的甜蜜惊喜 啊 Eli French Toast Ou Debrae S.J. Dyer Eli Payne Perdue 这个名字在法语中意味着 失落的面包 这可不是因为它在厨房里迷了路 而是因为这道菜的创意 来自于对胜于 或过时面包的在利用 这就是法国人的精明 他们甚至能把昨天的硬面包 变成今天的美味佳肴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早餐中的甜蜜惊喜 法师松饼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那时候的食谱中 已经有姜面包浸泡在牛奶中 然后煎烤的记载 这个做法跨越了时代和国界 最终在法国被赋予了新生 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早餐桌上的常客 但是 不要被名字欺骗了 法师松饼在法国并不是早餐的常规选择 事实上 它更常被当作一道甜点 或是下午茶食的点心 然而 在美国 这道菜却成了早餐的代名词 与煎饼和华夫饼一起 组成了早餐的甜蜜三重奏 制作法师松饼的过程 本身就像是一场魔法秀 你拿起那些看似无用的面包 将它们浸泡在由鸡蛋 牛奶 糖 香草和肉桂组成的香醇混合液中 然后 这些浸泡过的面包片 被放到热锅中 煎至外表金黄酥脆 内里柔软如云 最后 撒上一层糖粉 淋上枫糖浆 或者加上一抹奶油 这道菜就这样 从厨房的灰姑娘 变成了早餐桌上的公主 当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师松饼也进行了葛中创新 有人在混合液中加入橙酒或白蓝地 为其增添了一丝不羁的风味 有人在面包片上加入奶酪或果酱 使其变成了一道豪华的三明治 甚至还有人 将其做成卷状 创造出了法师松饼的新风貌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用这道早餐中的甜蜜惊喜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在吃一片煎过的面包 你是在品尝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 一段关于创意 适应和美味的故事 Bon Appe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墨西哥辣酱 辣味中的多重层次 当然 墨西哥辣酱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一种让你的味蕾跳贪歌的艺术形式 在墨西哥 辣酱就像是生活的调色版 没有它 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墨西哥辣酱的基础 辣椒 辣椒在墨西哥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们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温和的波布拉诺 泡布拉诺 到火辣的哈瓦尼罗 Habonero 每种辣椒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就像墨西哥的人民一样 辣椒种类多样 每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背景 现在 让我们深入到辣酱的多重层次中 首先是辣度的层次 这是最直接的感受 但是 辣并不只是单一的感觉 它有着从轻微刺激到 让你瞬间 汗流加倍的广泛范围 接着是香味的层次 每种辣椒和辣酱的制作方法 都会带来不同的香气 有的像是热带水果的甜香 有的则是烟熏或木制的深沉香气 再来是口感层次 墨西哥辣酱的质地 可以从流畅 如水到浓稠如糊 不同的口感 会给人带来不同的食用体验 有些辣酱 可能含有墨碎的种子和皮 增加了额外的嚼劲 最后是 灵魂层次 这是指辣酱中的那些秘密成分 比如巧克力 咖啡 或是某种神秘的草药 它们为辣酱 增添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度和复杂性 有趣的是 墨西哥人对辣酱的热爱 几乎到了宗教仪式的程度 在某些家庭中 制作辣酱的秘方 是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比家族珠宝还要珍贵 而在墨西哥的一些节日中 比如亡灵节 人们甚至会为失去的亲人 准备他们生前最爱的辣酱 以此来纪念和缅怀 总之 墨西哥辣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历史的传承 一种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纽带 每一次品尝 都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语 更是一次文化的探索和感官的冒险 所以 下次当你大胆地 在你的玉米片上 挤上一滴墨西哥辣酱时 记得 你不只是在吃 你是在体验一个古老文明的味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四川火锅 法式松饼和墨西哥辣酱 这三种美食 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 它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人情味 四川火锅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交的魅力 法式松饼带给我们早餐中的甜蜜惊喜 墨西哥辣酱则展示了辣味中的多重层次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味蕾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感的表达 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 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了解了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是如何通过食物来交流和团结的 所以让我们继续探索世界各地的美食 用味觉去感受不同的文化 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美食 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彼此 更加理解和欣赏彼此的呢 有什么样的食物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